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清对方的人品 人品不好的人 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说话上面 生活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交际和应酬 会遇上形形色色的人 有些人一见面就自来熟 称兄道弟 热情无比 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面对这样的朋友 很多人也会有知己难寻的想法 只要对方开口 自己能帮的一定帮 朋友嘛 当然要意气为先 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 那个朋友并非如你想象 等他在你身上获取了他想要的利益之后 所谓的朋友之情 兄弟之仪 只不过是挂在嘴边的说辞而已 他可以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当面把你夸上天 背地里却把你损得一文不值 在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之时 这个平日里与你充胸道弟的朋友 却一改往日热情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有些人非常善于伪装 虚情假意的人 往往喜欢说这几句话 建议聪明的你不要深交 一 说一些事后诸葛亮的话 我早知道会这样 老祖宗说 多下及时雨 少放马后炮 在别人困难时 递过去的那双手 永远胜过时过境迁之后 说的闲话 人交朋友 肯落在行动上的 才是真朋友 早些年看过一则相声 说的是有个人去县里反馈问题 坐电梯的时候不巧 碰到电梯出了故障 电梯卡在楼道中间 上不去下不来 外面乱哄哄的 他在里面也急得直跺脚 这件事把领导也吸引过来了 其中一位站了出来 你看看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这老电梯 我早就知道要出问题 我就是没说 其实 身边马后炮的例子 在生活中很常见 我早就和你说过了 这样行不通的 现在好了吧 这一看就知道不对呀 你怎么这么笨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这么轻而易举的事都办不好 换我早就 当你遇上事的时候 他们会躲在一旁看热闹 热闹看够了 再来关心上一脚 其实没有一点真本事 只会说风凉话 生活中一定要认清 这种虚伪的人 不要让他瞎掺和 否则出了问题 还会把责任都推在你的身上 有个朋友在前公司工作时 遇见过这样的同事 一起设计方案过程中 他很少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但评判结果一出来 他就会化身 事后诸葛亮 平头论足一番 效果好 他会夸夸气谈说 听我的没错吧 我早就知道 这样策划会成功 结果坏 他则会摇着头 叹口气道 我早就说过 这么做行不通的 对于遇到好事就邀功 遇到坏事就想推卸责任的人 只想离得远远的 这个社会 谁都不傻 有些人 只是看破 不说罢了 爱耍心机的人 身边的朋友 迟早都会远离 喜欢事后 高谈阔论的人 也不会有人愿意 将真心托付 雪中送炭 永远比锦上添花 更难能可贵 坦诚相待 总是比火上浇油 更值得珍惜 二 喜欢打官枪 从不表态的话 改天吧 再说吧 张爱玲说 生命是一席 华美的袍子 上面爬满了狮子 不论里子多么破败 总是要保持面子的光鲜 那些不值得深交的人 很少会以真心待你 他们总是打着朋友的幌子 把你利用得团团转 观众徐先生 曾分享过自己的苦恼 他有位好兄弟 每次遇到麻烦 都会想到他 然后他出钱出力 累死累活地忙了大半天 得到的却是 对方轻飘飘的一句 改天一定请兄弟 好好搓一顿 而这个改天 却是一直遥遥无期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 比比皆是 改天再约 回头再聊 有空再见 可改天是哪天 再说是何时 老子说 人无信不利 业无信不兴 虚伪的人 口密复健 说话没有含金量 态度不够真诚 你拿他当自己人 他却拿你当大傻帽 有事终无宴 无事下迎春 和这种人交朋友 非但没有好处 相反自己的利益 还会受到损害 所以 真正值得你用心 去深交的人 他会尽量确保 每一句话都是 发自肺腑 而那些喜欢打官枪 说话含糊其词的人 其实都很能装 内心特别虚伪 遇见了千万趁早远离 三 喜欢说赞美奉承 恭维的话 你说的真对 克雷洛夫预言里 有一个乌鸦与狐狸的故事 讲的是 有只乌鸦偷到一块肉 闲着站在树上休息 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 狐狸非常像 从乌鸦嘴里得到那块肉 于是 眼珠子一转 大肆夸奖乌鸦 身体魁梧 羽毛美丽 要是能够发出声音 那就是 当之无愧的 鸟类之王 乌鸦听了非常得意 迫不及待地 想要展示自己的歌喉 就高兴地唱了起来 没想到 他刚一张嘴 肉就从嘴里掉了下去 狐狸看到乌鸦上当了 赶紧叼起肉 就钻到洞里去了 小时候看这个故事 只会觉得乌鸦太虚荣了 遇到别人的 鳄鱼奉承 花言巧语 就失了阵脚 长大后才恍悟 人人都爱听 异美之词 这无可厚非 但遇见一位 虚伪奉承你的人 一定要留个心眼 正如卡奈基所说 奉承是从牙缝中 挤出来的 而赞美是发自心灵的 鳄鱼奉承的人 喜欢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他不会直截了当 指出你的错误 甚至还要粉饰一番 你的缺点 让你得意忘形 与这种人为友 很容易陷入 自我感觉良好的怪圈 而不自知 以致一错再错 我们常说 人要有自知之明 别人恭维的话 听听便吧 千万别当真 伪君子 有时候比真小人 更加可怕 人这一辈子 遇见什么样的人 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交一个人品好的朋友 会让自己受益终生 交一个人品不好的人 很容易被蒙骗 被算计 甚至是被伤害 靠谱的人 说话都是比较真诚的 凡事有交代 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回应 而虚伪的人 说话都是有预谋的 话虽然说得好听 但未必走的是真心 所以无论与谁相处 别看他说了什么 要看他做了什么 誓言再好听 没有履行就是欺骗 保证再诚恳 没有做到 就是愚弄 此生 我愿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相互间少一些套路 多一点真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的 再见 感谢观看